今天都不能問一些不能問的事 這哪有可能 吳宗憲、露露、陳漢典 21日慶祝節目10周年開放媒體看班 這陣題都還沒入 憲哥就自己先爆料了 我這兩年有某一家E-Mail 他說兩千萬 你想要願意這樣讓我們動一下賬 因為他們那一家E-Mail 本來有一個很重要的代言人嘛 他最後現在不能代言 嗯 你到底 你 要不要致死 還沒 要不要致死 而對於焦哥日前發出的兩萬字成文 憲哥表示自己很忙沒時間看 但該跟上的時事他都有跟著 也不是萬言書吧 應該是兩萬言書啦 但是那個老婆們比較辛苦啦 在這裡祝福他們 更多的寬容跟包容 以前我還沒有這個資格講這些話 這記者修理我的時候哪有手軟的 對不對 什麼未婚生子啊怎麼樣啊 丁丁跟LuLu在這裡 好不好 你們就可以問他 我是不是一個感情很複雜的人 對不對 他就是正經人 對啊 那我們每交一個女朋友 我們都是為了要生小孩 為了要有未來的 對不對 所以大家放心好不好 憲哥永遠站在這個地方 中流砥柱 如果我也垮了的話 那台灣藝能界沒有人了 我的高盜的標準 不是他們這些爛東西能了解 不是不是 所以還好啦 這個給他們更多的一個包容 也希望他們可以走過這個難關 我並不以為無啦 所以就也沒有所謂的道不道歉啦 提告是律師的事 不是我的事 那如果能夠因為訴訟 然後有所得的話 我就全部會拿來做公益 我心裡面唯一難過的事 就是都是我非常親近的朋友 怎麼 我需要用幾十年的時間 才知道我在你們的心裡面 是被誤解的嘛 然後我從來沒有解釋 然後我就這樣硬扛下來 交往了一個女朋友 我有考慮到未來 然後最後 他媽的又不是我的錯 分開 我竟然到這一刻站在這邊 都還沒有講過一個你不對 這個才是一個男子漢嘛 對不對 你交往了一個女生 然後到最後回頭來 幹咬人家 不要這樣好不好 有 一定有 對啊 那因為對我來說 我身為館輩 我就是做我能做的 對 然後給予關心跟支持 那這部分我也都是 有跟耿如聯絡 對 然後也問他 耿如需要怎麼樣的幫忙 這樣子 對 那我對於所有的事情 也是像憲哥一樣 就是告辭的祝福的心 就是希望每一個人 然後每個事件都可以圓滿 對啊 那你跟耿如的時候有嚇到嗎 呃 不忍心 嗯 覺得很不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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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